6月5号 朋友您好 我是江峰 有一本书叫做《马来纪年》 算是古文献了 这本书当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大约公元11世纪在苏门达拉岛 有一个被称作三福奇的帝国 这帝国有一位王子带人出海探寻 开拓新的疆土 远远的这遗传人就看见了 美丽的弹马西岛 就决定前去查看 不料啊 这时候海面却突然间掀洗了惊涛海浪 随从们将船上所有沉重的物品 都给扔到海里去了 仍然不能够遏制汹涌的波涛 无奈船长给王子跪下了 他对王子说 风浪之神是要来讨您最宝贵的东西啊 王子 王子说那是个什么物件呢 是您父王给您的王冠 王冠 生命都要失去了 这权力还有什么值得贪恋的 王子毫无倦戏 立即将王冠投入海中 果然瞬间风平浪静 王子一行人就登上了这个大马西岛 却吃惊的发现这里有一只长相奇特的野兽 硕大的头一身长长的白绒毛 非常强壮 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这时候一位老者说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狮子吧 于是王子就把这片新的土地命名为新加坡 在梵文中就是狮子之城 大家都知道 在新加坡那个河口附近 矗立着新加坡的象征 一大一小两座鱼尾狮雕像 雕像的头部为狮子的头 意味着狮成新加坡 同时也象征着新加坡 在当今全球经济中所展示的力量 鱼呢代表着新加坡的过去 因为从前新加坡就只是一个鱼侧 新加坡从1819年开始就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日本占领过 其后呢又回归了英国的管理 1959年开始成立自治邦 那一年的6月5号 1959年的6月5号 历史上的今天 新加坡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宣布新宪法生效 新加坡的首任自治政府宣誓就职 李光耀成为了首任的首相 雄心勃勃的李光耀盼望加入马来西亚大联邦 为新加坡赢得更大的政治空间 然而这个愿望遭到了当头一棒 新加坡这个当年的小渔港被遗弃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马来亚在50年代跟新加坡一样 也经历了一段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的历史 在这场运动中 英国当局和大马来都很幸运 怎么个幸运呢 有这么一个人八面玲珑 他领导了这场独立运动 他的名字叫做东姑拉曼 是一个亲王 这个亲王他是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 咱们说喝羊墨水出来的 他在剑桥大学也非常有名 你说非常有名啊 是因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学习 也不是因为社会活动 而是他有120次开车违章的记录 就这个让他出名啊 他领导的马来独立 是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少见的 咱们说非左派的独立运动吧 就是不流血的独立运动 当时世界性的亚非拉独立解放运动 有着共产主义的身影 到处的冲斥着谋杀 冲斥着暴动 国际共产党的这个领袖当年 这个斯大林啊 当年这个把亚洲就分给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要让毛泽东成为整个亚洲的共产主义领袖 马来亚呢 因为有大量的种植员 因为它当初是这个英国殖民地嘛 英国殖民地在这里就是在种什么呢 种橡胶 很多的种植员 这些种植员主的这个势力和号召力非常大 他们当然非常警惕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渗透 你都知道吧 共产党要是当权的话 就得打土豪分田地了 谁是土豪啊 不就这些种植员主吗 那不就得首先得隔他们的命吗 东姑拉曼呢 拒绝革命 他引导的是一场民主选举 英国人当然高兴了 没有流血的独立运动啊 这样的和平光荣退出 可以称得上是典范了 但是英国当局者也很清楚 这个没有流血的独立的背后 还有一颗定时炸弹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有座白色的建筑 英国殖民地留下来的这个建筑 叫做卡卡沙 英国女王陛下曾经在这个卡卡沙 这里住过 在这下榻 在他下榻的那个套房里挂着这么一幅画 画的就是马来亚宣告独立那一天的场面 当然主角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叫东姑拉曼了 东姑拉曼身后站着代表女王的格罗斯特公爵 然后两旁揚伞下战力的各邦苏丹 大家都是满面笑容心满意足 但其实上的并非是人人如此 这个社会有一个巨大的矛盾 是马来人对自己总体的这种贫困的状况 他感到不满 而面对在马来的华人他们的经济成功呢 他们又多少感到有点酸溜溜的 当时的马来人呢 占整个人口的40%是主要人口 可是他们只有3%的商店是他们来经营的 不太做买卖 经济上啊 没有太多的收入 在马来新的这个宪法当中 就写进去了保障马来人的权力的条款 把他们专门列出来了 说马来人是马来亚的土地之子 他们将获得土地 获得商业 还有政府工作的优惠 那咱们想华人拥有着绝对的财富 他贡献了最多的税收 是这么一群人 但是华人却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甚至歧视 那你说这种状况能长久的了吗 长久不了 这就是英国人说的定时炸弹 1963年的9月16号 马来西亚宣告成立 当时担任新加坡州长的李光耀 哎呀 是渴望加入大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啊 为什么呢 因为李光耀是一个满怀政治抱负的人 他想提倡华人这个最有力量的人群 在未来的整个的马来的这个政治架构中受到重视 所以他在马来西亚的国会就倡导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 但是这就遭到了马来人的疑虑了 他们就想了 这华人是不是要来革命啊 因为除了经济的考量之外 马来西亚的主要信仰啊 是什么呢 是伊斯兰 当时中国大陆的穆斯林兄弟还带过来消息 说呀 这共产党在甘肃新疆啊 逼着穆斯林干嘛 逼着他们养猪 还抓捕阿虹 马来西亚更加是对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心存忧虑了 那你说李光耀 你代表新加坡的华人到我的国会来说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把我们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放到一边去了 你是不是想用华人来做什么事啊 马来西亚非常忧虑 李光耀当时回答说 如果你们怀疑我们在新加坡的华人 这种共产党的成分的话 我告诉你是绝对的这种担心 我也很担心 当时马来西亚过来这个特使就问这个李光耀说 可是你在争取独立的运动中 不是跟他们合作过吗 就是跟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共产党合作过吗 李光耀这么说的 所以我才知道他们有多危险 就是因为我跟他们合作过 我们看到了他们残暴的手段 尽管这李光耀 把自己的这一片全权之心都表达出来了 不过马来西亚还是担心 华人会主宰马来西亚的政治宗教 还有经济环境 尽管李光耀多次表达了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决心 和华人的这个同温同种的这种习俗 还是让马来西亚人很不放心 说你们不知道哪天就会走上亲共路线了 因为当时的中国大陆已经是红色一片了嘛 于是决定把新加坡正式踢出联邦 面对这个决议 愁愁满志的李光耀在电视台的尽头前 面对自己的人民无奈的宣布独立的时候 他居然放声大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街道上的马来人已经变得难受了 开始放鞭炮庆祝通新加坡的脱离 独立后的新加坡我们看一下 只是一个600平方公里的小国呀 咱们说这还是这个落了潮之后的 这些涨了潮600平方公里都不到了 这周围都是海 开车不到半小时就出国界了 要么就掉海里了 新加坡没有任何的自然资源 连饮用水都是马来西亚提供的 这生存成了李光耀和全体国民的底线要求 但是就是在这个底线上 图的生存居然让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 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 但人口才五百万 同时也成了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航运中心 寄身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列 当然新加坡的这个奇迹的诞生有非常多的原因 江峰今儿就跟大家说说 这是我自己看到的吧 咱们的一些思考 在新加坡将近有86%的人有宗教信仰 弹丸之地 咱们去过新加坡的朋友都知道 就那个小弹丸之地汇集了各种教堂 庙宇 清真寺 信仰的普遍性反映了这个民族之间 还有文化之间的包容性 它也养成了新加坡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 民众的高道德规范要求 这一点不仅是规范了民间生活 它也打造了一个世界上最清廉的行政机构 在新加坡5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人说了家长制 独断专行 控制新闻 这个的确是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诟病 但是社会的繁荣 还有人民的幸福指数非常之高 却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独裁统治社会 究其原因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宗教的包容和普遍的信仰 这个都提升了社会的道德水平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说了 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社会 对不对 那么华人为主的这些社团 比较完整的传承了传统的中国文化 比如说这唐朝的大气 宋朝的开放 明朝的工匠精神 在新加坡都有很好的体现 佛教的哲学 儒家的精神 是整个社会融洽自律的核心 也许是为了牢记当年嘛 号召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被这个一脚踢出了这个马来西亚联邦 新加坡呀 说你看你这个不容别的这个族群 我们相反 他把每年的7月21日定位为种族和谐日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在这一天呢 马来人 咱们这吃过马来糕啊 马来人做马来糕好吃的呢 不糖有点多啊 马来人会教华人做马来糕 印度人呢 教大家如何把这六米长的沙粒 缠成美丽的衣服 让不同的种族彼此了解 彼此欣赏 说到了华人的同文同种的感情了 新加坡它并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地的华人 台湾的 大家朋友们应该记得 台湾当年的921大地震 中国的这个大陆洪水灾害 还有四川的汶川512大地震 新加坡人的捐助 那对华人的亲情 那可真是实实在在 历史上的今天 新加坡独立 放下王冠 登上彼岸 这不是传说 而是神话 有资格的 你也有资格的 那是神话 这不是神话 这就是神话 神话 是神话 是神话 这就是神话 神话 神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